当天我发布了中共在1989年6月14日 突刹流出的 立刻遭到了中共大律的抓捕 在黑监狱里被随避的遗憾一遍 6月20日发布64厅最卫兵 被刑署居留在雷杆线居留所 只剩半个月 我老婆自外警察每天都要提醒 让我全身赤裸 雷杆线居留在他们面前断权羞辱 刑署居留在公司刑署上的写刑署 在约翰线居留在约翰线居留在约翰线居留 在下半个月的两天 中国的安全保障和地区警察 都被刑署了我每天 把我全身赤裸 供养在我命中 都被刑署了我 在6月20日 总共以虚信自治罪 把刑署居留在雷杆线刑署里 7月26日 被刑署的人 戴胡在刑署 我在那里备受章谋 戴胡天子 人性被冥灭了几点 每天和杀人犯死刑犯共凑一室 每顿只给一个馒头 一碗清蒼 没有热水盒 睡觉是在大窗户上 每人只有五十厘米的宽座 夏天房间里凑几群天 造人自息 冬天还要必须轮回到 在20休旅 2019 我被判清蒼 在杀人当高等刑警 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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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人都在一間房間裡有很多人的房間 我只被一名一名一名 和一名的衣服 每一餐 沒有喝水 我曾經睡在過濾烈的壁面 比例的50cm 比例的 其他人的冬天 我全家的臭味道很激烈 我必須要喝冰淇淋 我甚至在一位太危險的情況下 會太多吃每天 那面被人家被封鎖 被警員就拼了 當中我的身體 我的身體終於不得了 我掉了 我闊下死地 有關係 但我被人家出身 都沒有拿露之間 他們在牽涉其衝出來 我當時 我早就知道我應該死了 而會最艱苦的原因 是出國人的狀態 一位小白人是二十年代,他就因为江中事务几千万的危障问题。 贵中共博客这么存在一个疯狱,一个精神病。 在同一层,有一个小白人的二十年代,他在他的最初的生命。 Dual to the dispute over a few thousand dollars of traffic accident compensation, the CCP police tortured him and tormented him,until he became psychotic. 如今现在科技发展文明的世界可以如此地对面,真是真大的荒谅。 我没有想到什么说话。 我们生活在一个核心的技术和世纪。 中共就是独起了嫌疑、武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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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独裁和政策。 中共全是当中的一切。 任何人都不够被炮害、被侵害、没有人材、没有自由、没有法律。 中共政治违背所有文明网合。 这是一个最恐怖 最残暴 最慌恳的恐怖指示 作为几十年的建政者 现在我要站在这里 让全世界揭露中共反能力的超年内容 并呼吁 独裁必亡 暴政必亡 中共必亡 I chose to stand here today and expo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heinous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call for the end of dictatorship and tyrann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ust be eliminated.